健康而且温和的运动 由于白天事情多 没有充足的时间 所以晚饭后散步 是很多老年人一天中最重要的运动 您看 还不到晚上七点 公园里散步的老年人就慢慢的多了起来 每天都走三圈 走一个小时 每天走 那么饭后立即散步运动真的科学吗 饭后你要进行立刻的行走 然后走的强度又很大 这种反而会抑制你的胃肠褪中 因为它大量的血液 都会涌到你的肌肉上面去 提供你这种行走这种力量 所以说它反而会影响这个消化方法 饭后胃还处于消化状态 散步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所以专家建议不要饭后立即散步 可以稍微的休息三十到四十分钟再出门 风靡一时的平板支撑 真的是减肥力气吗 科技之光正在为您播出暑期特别节目 不吃饭减肥太痛苦 到健身房减肥太贵 跑步减肥又坚持不下来 做手术减肥太危险 怎么办呢 减掉身上的脊肉怎么就那么难呢 从2013年开始 一种风靡全球的减肥方法 平板支撑诞生了 它的出现将是所有减肥者的福音 应该会有吧 燃烧脂肪吧 实际有啊 你要加实际 有也有 上面看过 有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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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现如今 潘石屹 林丹 洛家辉等公众人物 纷纷加入平板支撑一组 推高了平板支撑的知名度 那这种运动 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有效吗 所谓平板支撑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腹握 双脚踩地 双肘弯曲 支撑在地面上 肩膀和肘关节垂直于地面 身体离开地面 躯干伸直 头部 肩部 背部 胯部和踝部 保持在同一平面 腹肌收紧 眼睛向地面看 保持这种姿势均匀呼吸 下面我们找来几个人 做平板支撑运动 看看他们能够坚持多久 做到前觉得这个动作挺简单的 然后实际做的时候 发现还是很困难的 想撑的时间长一点 特别不容易 以后还需要多锻炼一下 平板支撑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真的撑一会儿以后 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累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之前 做过这种平板支撑端 的话真的是撑得要太久 这个运动之所以难做 关键在于要始终保持身体的体质 臀部不能高于肩部 而且双脚之间要与肩同宽 所以想做标准 又时间长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要始终保持身体的停止 我们找来了一位身体素质不错 平时坚持锻炼健身的人 再来体验一下 看他能够坚持多久 虽然平时有概念 但是想要用很标准的姿势 去完成一套平板支撑的动作 也不能坚持特别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才仅仅五分钟就已经大汗淋漓了 出了这么多汗 看来这个平板支撑 还真能起到断铃的效果 达到减肥的目的的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决定再做一个实验 来验证一下 通过计算 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 平板支撑一小时 消耗不超过30千卡的量 而跑步1000米 则可以消耗大约 260千卡的热量 由此可以看出 平板支撑减肥的效果非常小的 从减肥角度来说 这个平板支撑 就不是一个最佳的运动 之所以有些人认为 它对减肥有个效果 尤其对这个腹部减肥有效果 实际上这个由于 因为平板支撑 它是练的这个腹体力量 和回心肌肉的力量 而这份肌肉力量增强 腹部紧张之后呢 它也相应又把这个 膨胀的腹部 就给它压回去了 但实际上脂肪呢 并且减不少 虽然没有太大的减肥效果 但它绝对是一项 锻炼身体的好运动 可是 对于那些 患部韧带损伤的患者 比如网球肘 肩关节疼痛的人 做这个运动时 还是要格外小心 这并不是说 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运动 对于一般的 这个健康学生来说 这个运动是完全适合的 但是对于这个 像是有高血压 冠心病啊 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如果练这个的话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 心血管方面的意外 平板支撑 我们建议一般是 每次练习个 一分钟到三分钟的样子 然后每次呢 中间呢 你要间歇一个二十秒左右 然后练习三到四组 然后随着你这个运动水平提高 然后你的运动的时间啊 跟次数啊 都是绝对的增加 作为一项运动方式 平板支撑的主要功能 是用来锻炼核心力量的 专家建议 在家中练习平板支撑 最好每组保持三十秒 每次训练四组 每组间歇 不得超过二十秒 平板支撑之所以风靡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不受地点 位置等因素的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